留言当头,我是威儿 至于高教,我是秋姐 是,今天是8月30号 也就是说明天就是我们的国庆日了 嗯哼,马来西亚生日快乐 是,先做马来西亚生日快乐 对 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国际新闻 有什么呢? 在我们的国庆日前夕有一则新闻 这个跟全世界都有关系的 嗯,也是让人挺难过的 只是全世界呢 竟然有每秒钟有超过200公斤的塑料 被轻倒入海洋 累计每年有超过800万斤的塑料流在海洋内 而这些废物呢,塑料物废物呢 已经呃,成了在大西洋 还有印度洋堆积成五个巨大的垃圾岛 其中有80%的垃圾呢,来自地面 然后有15%的垃圾漂浮在海面 而有15%的垃圾呢,已经在海面以下顺水而动 有70%沉淀在海底 也就是说呢,我们平常在海面上看的垃圾 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嗯 我想过一个想法 就是很天马行空的想法 既然这些垃圾都已经是 它不会腐化的,对不对 能不能直接干脆把它建成一个岛呢 直接就住人了吧 你就住在垃圾岛上面吧 既然我们现在很喜欢制造垃圾啊 就尝试自己住在垃圾岛上面 可以耶 可以吧 其实我在想喔,可不可以用这些垃圾呢?做成炮弹呢? 炮弹? 就直接嘛,对不对?就你就回收啊 而且你直接要炮毁啊等等的 也是反正都是有害啊之类的 你刚才说的这个,你说的塑料岛嘛 你说的这个垃圾岛 我倒觉得没有什么人会去住啊 有人是确实有尝试做这个塑料 不是岛啦,就是一个小小的空间 把它做成一个塑料的那个底盘 浮在海上是可以住人的 上面还建了塑料的小屋子 是真的有人在做过这样子的 然后他也尝试在里面住 也没有问题啊 因为塑料它本身不怕水 但它怕热 有一些塑料如果遇到一个高温的话 它会融化 而且可能会释放一些毒气 或者有毒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需要解决的 其实塑料在我们生活中呢 已经扮演着没有办法割离这个角色了 只说我们要尽量想办法寻找替代品 或者甚至减少塑料的运用 因为塑料你用了过后 它其实可以再循环使用 但有些塑料呢 它不适合 比如讲一些宝特瓶 这些瓶子呢 它这些塑料瓶啊 你会看到它有不同的这个循环的 可能一号二号三号等等 有些你不能够再用了 你一直用的话 它会慢慢的释放出一些 可能会引发癌症的那种成分在里头 我们不小心就喝下去 所以你看塑料如果不能再用 那你要怎么办 你要怎么再循环呢 可能要拿去一些专业循环厂 让它们再分解了过后 制造成其他东西才行 但是你要想一下 每一年有那么多塑料 你看现在这个数据是 每秒200公斤的塑料 你想象多夸张吗 这200公斤 对啊 可以做很多东西 那但是我们有需要那么多东西吗 有时候 这个家 这个你销售量可能还来不及 你丢的东西那么多呢 这个就有问题 人为了方便啊 然后就没有去想说 那个垃圾锅为什么去处理 然后也没有想要丢丢海洋 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 啊算了 反正我方便我就丢了 所以劝告是尽量减少塑料的运用 运用一些可以在循环使用的 比如讲布袋啊 环保袋啊 或者是一些纸张啊 起码还可以分解的这个东西吧 虽然用纸也不环保 但是总好 用塑料不能分解啦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则新闻 说到的是威廉王子 那其实呢 这个王主啊 曹尔斯呢 其实不太受人民的欢迎了 那现在有一个民调呢 就显示说 有超过半数的英国人 是希望威廉王子呢 是可以直接聚位 成为下一任的君主的 嗯 这是每日邮报报导说 就是今年67岁 查尔王 查尸王子呢 将会在女王加班过后呢 聚成王位 但是根据 Opinum 民调呢 就显示出 有54%的民众呢 是希望有34岁的 威廉王子继位的 而女性受访者当中呢 更有多达60%的人 表示希望下一位的国王 是威廉王子 只有25%的受访者支持 又查尔斯王子继位 而调查也显示出 就是有超过三分之二的 受访者表示希望 英国是继续保留君主制的 我在想 为什么会 这么喜欢威廉王子 可能他的倾向真的 会比查尔斯王子好 之前查尔斯王子就劈腿嘛 对不对 然后就 背叛了他的 戴亚娜王妃嘛 而且戴亚娜王妃 又这么的受到大家的尊重 然后受到大家的敬爱 所以 人们就是会有对戴亚娜王妃的 这个同情之心 然后就开始讨厌 查尔斯王子 我甚至呢 其实看过就是 他们就形容 查尔斯王子的新太太 那个太太 当然是很 很难听的 很难听 是什么恶毒啊 什么老巫婆啊 之类的 然后就想说 放这袋 那王妃不要 就有选这个老巫婆 到底在想什么啊 所以有时候 他不是说 一个感情 就那么简单 是用感觉啊 或外貌来衡量 他有很多很多原因的 但是在这个事件上 比如讲在这个 受不受欢迎的 事件上 我们看到 不单只是这样啊 其实 这边也提到了一个点 就是说 很多数的英国人呢 对于君主政体 是展现了这种 坚定不移的忠诚 就包括了这个君主制 他也反映了 就是说 其实英国人对于皇室 他们是带着一种 崇拜的一种心理 对 那种崇拜是出自于一种 怎么说呢 一种信任 一种精神寄托 就好像更早之前啊 以前有一些地区啊 甚至把这个王室 当成是神这样子啊 所以都有这种现象出现 那 这是不是说 其实在很多人心目中呢 大家心里都希望 有一种精神寄托呢 是可以让他们觉得 如果有问题 或者受难的时候 我可以寄托在他们上 他们一定会帮我们 大家都还是有这种心理现象 可能对于英国来说 之前我好像读过一篇文章 是因为他们非常注重 社会阶级这些 这一点 所以他们就希望 这个王室是社会阶级最高点嘛 所以他们就非常看重这一点 所以他们就希望王室可以保留 而且他们对皇室是非常非常的尊重的 像是这个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 她生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举国欢庆的 对啊 虽然之前也是有声音 就是说希望废除皇制 因为觉得他们很浪费 很腐败 感觉就很腐败很浪费 可是呢 英国人感觉就还是 选皇室啊 下午茶啊 等等比较优雅的感觉 我倒认同你说的 就是他们可能更 倾向于希望保留这个阶级的制度 因为对一些人来说呢 有阶级才让他们可以去到一个位置上 可能这个权威才能够显现 所以如果当你没有阶级 每个人都平等的话 这样我怎么表现出我的优越 如果我要凌驾于别人之上 我必须要展现这种优越感 所以我一定要保留这个阶级 我才能够攀上去 那我下面的人就要听我的了 所以这是一种 潜移默化的一种阶级制度 那你保留皇室 等于是说 我也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阶级的支分吧 对 这种概念 当然也没有所谓好还是不好 最主要是 在一些法律上应该人人平等 这个才是对的 或者在比如讲 在宗教方面 我们也不应该有歧视 在种族方面也不应该歧视 不过呢 在法国就可能不是这样子一个现象了 我们看到这个 法国呢 就有这个前总统萨科奇 就宣布说 在2017年呢 会参选这个总统大选 而且积极呢 也造势提出证件 不过他有意就紧缩 家庭团聚和申请的名额 降低移入法国的人数 移入到法国的一些人数 换句话说就是 这个移民政策呢 会更紧缩 嗯 对 因为其实之前就是说 你只要来到法国生活 就是这些移民来到法国生活的话 那你也欺小于是 也可以跟你一起过来 但是呢 后来就改变政策了 就是说 你必须在法国居住 至少18个月以上 你才可以申请 而且你一定要有稳定的工作 还有你的工资呢 是必须要高于 基本工资的收入 而居住条件呢 也要足够容纳一家子的 虽然说就是 法国当地人士还蛮 就是蛮支持这个措施 因为他们要防止 尽量防止这些移民者的到来嘛 但是也是有这个人权组织的人 就讲说 呃 你这样子根本就在剥夺 他们跟家庭团聚的机会 但是呢 怎么办呢 因为近几年呢 除了这个移民潮的问题 还有最主要 还有恐怖袭击的这个问题呢 呃 这有 就大家也会担心啊 所以这些右派的人士呢 就趁着这个机会 就利用这些课题啊 就要要求说 把这个家庭团聚的政策就紧缩 那根据法国公众意见机构 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机构 叫IFOP的 IFOP 就替现金价值 Values Actualists 周刊就做了一个调查 百分之五十九的法国人呢 其实支持废除这项措施的 嗯 所以就是可以看得出 其实在法国的这些 法国的人民里面呢 已经有这些反对 呃 穆斯林来的人潮了 当然这一点 这一点其实还是挺恐怖的 像是之前因为法国就禁止 呃 Burgini嘛 嗯 所以就是有警察当众叫这些呃 这些穆斯林的女性 可能当众脱掉这些冗衣 而最让人觉得恐怖发指的是 周围的人已经开始在起哄 滚回你的国家去 嗯 而且这个现象其实不单单只在法国 在英国也是发生一样的情况 像是之前欧盟 那时候呃 英国确定呃 已经脱欧 脱欧了嘛 就是有很多这些穆斯林的人啊 墨西哥人啊 坐在地铁啊 的时候呢 被这些英国人当众大喊 滚回你们的国家去 嗯 而真正让人觉得可笑的事情是 这些人根本跟欧盟 扯不上任何关系 你脱离欧盟 并不是 并不能去阻止这些人 去移民来你的国家 所以可以明显的看得出 等等已经有很多的国家 西方国家已经是 呃 非常对穆斯林非常的不友善 而这是人与人之间隔阂 很有可能也是人与人之间 站着的一个开始 是啊 那刚刚我们也说到嘛 这个右翼 他们去竞选总统啊 他们甚至说 如果是呃 如果他们自己建议了 提出建议哦 连服装这方面呢 包括有象征 宗教意义的服饰啊 可能十字架啊 或者啊 你刚才说 Bikini嘛 那个罩袍啊 或者是这个犹太的 犹太人那种小原貌 这种和宗教象征意义的东西呢 他们也要全部禁止 嗯 就是就是不单只是和穆斯林 或者是呃 这个基督 呃 回教有关系的 只要是和任何宗教 有一点代表性的这种穿着啊 他们也要禁止 这是右翼的一个意见啦 嗯 但如果这样子来说 是不是你觉得 哎 这样就对穆斯林公平了 还是你觉得 这根本也在侵犯人权呢 呃 这是对穆斯林公平 同时也在侵犯人权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我是觉得说 OK 呃 确实是公平了嘛 就是你不可以只针对穆斯林啊 对啊 对不对 你的修女 修女的服装 其实跟穆斯林的服装 呃其实差不了多少的耶 是啊 也不可以啊 你戴十字架也不行啊 十字架就宗教的象征了 这是宗教的象征了 或者 那些小原貌也不可以啊 那就扯平了 但是呢 每个人都有信仰自己宗教自由嘛 嗯 而且我们都知道 如果一个人没有宗教自由 很有可能就是你会没有道德约束啊 等等之类的 有也不代表一定有道德约束 也是啦 不过呢 就是呃 难道每个都要变中国吗 呃怎么说呢 呃你看中国也是不允许有这个宗教信仰的嘛 哎不是 他没有说不允许啊 没有 不鼓励这个风气 对不对 不鼓励迷信 不鼓励迷信 而且就是呃比较偏向无神论之类的嘛 呃可以可以这么说吧 因为他们的这个信仰就是信党就可以了 啊信党就对啊 那那就对啦 人就信这个优异党就好啦 法国也信这个优异党啦 没有啊他没说 你谁都不信就信我 他没说不让你呃不可以有宗教信仰 只是说一些宗教代表性的一些服饰 不能出现在公共场合 但是呢 你可以在你可以在你的教堂里面 你这样穿没问题啊 你但是你为什么要阻止呢 其实为什么要阻止这一切 国平啊 对可是你为什么要 那个人穿什么 其实根本就不能决定他一个人 真正你可以决定那一个人呢 可能你我们之前都有说了嘛 你这些恐怖袭击等等 他们都是穿T恤啊 都是穿牛仔裤啊 穿时装啊 跟他们穿这些穿头服装 到底有什么联系呢 根本就没有联系啊 是没有直接联系啦 你说的是对 有时候我们呃 但你不能不能 你唯一能判断的是什么 就是看他穿什么才知道他信仰什么 他不会告诉你我信仰什么东西吧 对不对 我告诉你你相信吗 我说如果说我是穆斯林 你就相信了吗 如果说我不是穆斯林 你也相信了吗 你凭什么看得出来 服饰是其中一个决定了 但是这确实很表面 不过我们没有其他的方式啊 作为作为这些政党你要怎么去 而不是政党 作为这些他们要管制的人 他们怎么去做呢 那比如说你看这个巴黎的餐厅吧 也是一样啊 就有在网络上流传 流传一个短片嘛 就看得出来是一间巴黎的餐厅 他就拒绝接待两名头 穿戴头巾的穆斯林旅客 主持他们怎么说呢 他那个主厨师啊 他说所有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 所以这个就引起更多人的这个争议了 对啊 你这样子只会让穆斯林偏向更极端 因为他们觉得 反正我都不被接受了啊 那我就开始有这个仇恨的意识存在 而且其实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啦 为什么一个国家的人民 会有这些种族歧视呢 很多的可能 很多的时候呢 都是因为被政党所影响的 所以政党就说了 你看这些穆斯林啊 就是因为这些穆斯林 就是因为这些什么什么之类的 像是川普可能就说了 我们要阻止这些穆斯林啊 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啊 等等之类的 或者是宗教 其实都是别人在煽动 然后这些人就去对号入着 你也难怪 毕竟你要找一些课题 如果你在政治上面 你没有课题可以说的话 你就已经输人家 输到几个马币了 因为你要找课题 那目前最夯的课题是什么 就是恐怖袭击 那恐怖袭击跟谁有关系呢 大家直接就把它标签在 就跟穆斯林有关系 因为他们自己也打着 就是伊斯兰国这样子的概念嘛 所以问题的最大的根源呢 其实当然这个IS他们要负上责任 OK 那些极端的武装分子要负上责任 然后再加上第三个负上责任是谁呢 就是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就要硬硬要把它变成一个课题来谈 然后把它划分为OK 这个穆斯林啊什么 都是他们在干的一些事件 尤其是西方国家 我们一向来都知道西方国家跟这个穆斯林 或者跟这个叫什么呢 回教 伊斯兰教 是有一些历史上的一些过节的 尤其在宗教上面 OK 那时候十字军啊 兄弟 那个叫什么 兄弟战啊 那个时候的 就已经开始了 我觉得更早之前都已经有这些问题存在了 所以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分类 那西方国家主要还是主要的这个宗教信仰 还是属于基督教天主教 这样子的一个信仰 然后这个就跟伊斯兰教有了在意识形态上的 应该说是在于在教义方面可能有些分歧了 分歧了 那这分歧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手用的圣经是不一样的嘛 各有各的这个这种故事来说 那自然就会慢慢的很多人会通过宗教 宗教是本身可以让人洗脑的 它和意识形态是一个一个像同出一侧的 同出一侧的一种概念 就是我告诉你 你要相信我 现在我们你这个宗教是往美好 大家将来来治国的 这是为什么我们担心说 有时候宗教治国 它会变成是一个工具 一个手段来利用人民的这种相信和崇拜 来达到你的这个政治目的 所以这是这是非常不应该的 所以你看德国这一方面呢 这个德国总理穆克尔啊 他也表示说 一些欧盟成员国呢 是因为移民是穆斯林呢 就对他们关闭国门的做法 是他没有办法接受的 因为他认为说 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有这个权利吧 其实穆克尔他挺支持 或者是挺协助这些难民的 或者是移民的 对甚至呢 其实已经这个想法 已经害到他失去了50%的 将近50%的支持率了 也就是说 这些50%的德国民众 是不希望穆克尔呢 再接任下一任首相 所以接任总理的 这个当然是因为他接受这个难民的政策 我觉得移民政策难民政策 让他受到很大的这个攻击啊 很大方面攻击 但是穆克尔受访时呢 他是直接也说 对土耳其裔人就说了 土耳其裔的人啊 他是希望他们可以融入德国社会的 因为德国目前的土耳其裔呢 民众是高达大概300万的 在德国7月时候就爆发了 一连串的平民遭暴力袭击的事件 其中三起的祸首呢 就是寻求批护的这些移民 因为当时穆克尔是对难民参开大门的 所以这个政策对德国当地人来说 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 始终认为他们就抢了他们的生活啊 为他们生活制造混乱 这个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到今天为止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解决 种族歧视的问题 这个宗教的这个矛盾冲突的问题 因为很多领导 很多政治人物都在利用着这些课题 来达到一些自己的政治目的和政治手段 所以这是非常要不得和非常悲哀的一个现象 希望有一天 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嘛 不知道会不会可以看到这么一天是 世界和平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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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